好了,这个是尘土 尘土是史史 这个时候未经当令 就是吃饭消化最好 因为它在活动 这个时候万物呢 身长,威武雄壮凉 这个尘龙 唯一一个特别的动物 这个时候很特殊啊 很多事情都是如此 那尘呢 这个彭渡百计是 尘不哭泣,避主重丧 因为尘是地质里面的土库 以及水库 水主阴 那土也主生埋 所以说 它大半能形成库 它底下已经非常深厚了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 就好像跟阴 跟故人有关系 所以呢 尽量不要哭 包括尘年,尘月,尘日,尘时 寺 寺,寺火 这个 其实除了尘土之外 因为尘土它是 往往通常是净的 但是想动 这个是四亿马位 所以这个时候 寺火 它主变色了 它的变化无穷 你看现实中这个蛇也是 当然尘要激发了 它这个动的更多 它能化成各种五行 不深展开 它是鱼中 就是这个太阳 马上到正中间了 阴气消尽 纯阳刚见 这个时候 四它是纯阳 是钱挂 比尘还要显得突出 它有它的厉害 那四不远行 财物浮藏 就是说这个时候 那康祖告诉我们 不要走太远的路 那四本身 这个 也主道路 然后那个金呢 往往是 这个财物啊 象征着金 平时我们是这么论的 火刻金 这个时候火还是很厉害的 就告诉你 这个时候 都强的时候 就一是必强 一是物极必反 这两个方面的注意 那彭古我们主要就是 它的根源就是这个问题 然后五十日中 太阳正中间 丰满盈大 阴气旺盛 阴气萌生 不好意思 它这个阴生了 虽然正中间 但是它阳极必因 这个时候呢 五不张盖 屋主更张 就是说 不盖这个房顶 也是正对着太阳 人间一个小冲 同时呢 子五县 这个常人百姓 它不是正男正美的房子 不允许 只有 这个帝王 将相 尤其帝王 才能受得起 才允许 接受这方 龙气 那一般的 你想大福大贵 它是用这个 你反而是承受不起的 你命数没那么大 所以 不要自以为是 那位 位是 日跌 日已经开始偏了 向下 就要跌 日中向魅 悠悠南山 我们也是 稍待着诗意 魏师 这个彭祖告诉我们 不服药 毒气入肠 这个时候呢 小肠经当令 注意里面 我们人身体 小肠 是活动 最旺盛的时候 那此时 这个小肠 你要知道是吸收 众多营养 是最重要的一关 胃首先消化 是物理变化 那小肠 就是化学变化 所以呢 这个时候 就是 药是要三分毒 实际上食物 也是有那么 一分半分毒的 所以 你要能练到最后 吞云土 这个可以 残风引入 不吃东西 那你就厉害了 所以说呢 这个时候 要避开这个的锋 嘛 适当的注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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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